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善意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讲一下欧洲和美国 都是一齐有阻制在推行政策方面 是否一齐坏 美国政府近来多次绕过国会表决 拜登自己和其他国家协商自由贸易协议 已经引来了很多议员的不满 尤其是拜登总统最新推动的欧盟抗物贸易协议 更加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弹 国会大力批评他 甚至是有议员 警告拜登如果一意沽行 国会将采取立法行动 负责监管贸易政策的 参议员 当然 他就来自 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主席 Ryden 是叫怀登 不是拜登 Roy Ryden 他就说 我们越来越担心拜登政府是忽略国会 擅自推动贸易协议 众议院 另外一个委员会的主席 Adrien Smith 史密夫 他就说 政府打算单方面定义 贸易协议 这样当我们没有 美国 宪法 赋予国会制定国际 贸易政策 以及关税规则的权力 所以 以往美国和其他 协商的自由贸易协议 都是 和其他国家 如果你要谈一些自由贸易协议 都是要经过国会协商 并且 表决通过才可以 但是 近年来 国际贸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美国政府为了加速 签订自由贸易协议 客意 将协议重点 放在供应链 以及 数码贸易上 而并非藉着由降低关税来换取贸易条件 美国政府 表示 这类 不牵涉关税的贸易协议 和贸易政策 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没有关联的话 那我就没必要 是 通过国会表决 但是 国会很多议员就认为 这项做法 是暗藏危机的 好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位 怀登 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 20名成员 在去年年底 已经写信给拜登 表示强烈不满 质疑政府 一意孤行签订 贸易协议 涉嫌是违宪的 而最新一波反对的声浪 就是 针对美国和欧盟 他们在谈的 抗产 贸易协议 去年美国就通过了削减通胀法案 用3700亿美金左右 是补贴电动车 和绿色产能 规定是什么 就是规定电动车必须使用美国 或者自由贸易伙伴国家 墨西哥和加拿大生产的 电池原材料 才符合 得到7500美金補助的条件 所以也激怒了欧盟 日本 南韩 英国等等 未和美国签订 自由贸易协议 盟友 拜登 为了安抚一下 欧盟 所以之前 白宫就说 为我们 过了一些法案 其实都很难 是 继续 改的了 这个削减通胀法案 事实上真的没得改 那用第二条法案 打算安抚一下欧盟 结果 现在 美国国内的议员 法老皮说 你整天这样 绕过我们不行 下次一定会难你 拜登为了欧 欧盟 是 不很不矩 现在欧盟很不矩 当然等着我们也说一说 冯德内因始终 都是用一些方法 令到欧盟的 一些 领导人 和巨企 是调弃信 说回美国 美国为了拉拢欧盟 就决定 另外和欧盟 是签订 抗产自由贸易 令到欧盟的车 用电池 原材料 供应商 是可以拓展美国市场 这项协议当中 目前仍然是商定着 不过 已经引起美国国内 强烈的反弹 尤其是共和党的议员 国会的各位大佬 尤其是共和党的几位大佬 现在是 商议着 如何对付拜登政府 一意孤行的做法 必要时 将会采取立法行动 那些议员就认为 这类未经国会表决的贸易协议 在法律上是站不着脚 并且缺乏 关税规则 作为 交换条件 未来如果贸易伙伴 违约 亦都很难采取反制的措施 所以 现在 美国国会大反弹 因为你这样 整天跨过他们 他们觉得不受尊重 那你 就有时间捱了 另外 这边商 拜登 就被国内的国会议员 狂 吓他 那么 欧盟的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 亦都被人说他 因为 欧盟的实业家 现在就评击 冯德来恩 对 拜登绿色 补贴的 反击措施 是没l用的 没什么用的 那么 欧盟巨企的高层 现在就警告 欧盟委员会制定的 证令排放工业法案 其实 不足以和拜登的削减通胀法案 是竞争的 我们都说过其实他很困难 应该不是很行的 比得钱太少了 这些欧盟巨企的老板 亦都批评了 欧盟其实 打算阻止他们 将投资转移到 美国 但是 这些努力 都是白费的 他们就说 欧盟的竞争力 现在就被美国的削减通胀法案削弱 这个就是事实 好似来自 这个 索尔维 默克 还有 是涂氏涂氏的最出名 这些高层 亦都警告冯德来恩 就说 欧盟上星期宣布的 正零排放工业法 这个法案 根本 是没l用的 将 会见到一样东西 就是 不够拜登的削减通胀法案 的3690亿美金 是根本不够人家 是不够人家的 因为这三千 差不多三千七百亿美金 的绿色税收激励和补贴 是令到 美国是有一个巨大的竞争优势 好像比利是 化学品 的巨企 索尔维的CEO 就叫做 Cadri Cadri就说 美国采取一项 简单的战略 就可以 可以立即 激励 我们欧盟的企业去投资 而欧盟提出的政治框架 是缺乏 正确的要素 亦都没有给出 简单明确的企业投资理由 不够简单不够明确 他们就说 其实欧盟一直都是假藏碟屋的 很多东西都是 当然你可以说他是 严谨 但是 也是害了整个欧盟 这位CEO就说 我们需要简单 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和美国公平竞争的环境 这个 就是 竞争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 看到一样东西就是欧洲已经处于不利的竞争位置 另外 德国生物技术 和材料的巨企 默克公司 他的CEO 这个 Cadrior 他就说 欧洲现在 迫切需要一个全面的 产业政策 实现可持续变革 并且这种 变革 要成为竞争优势才行 不过 冯德莱恩女士制定的 正零排放工业法案 其实 并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美国化工 集团涂氏化工的 欧洲业务部主管 Nelcar 发出一个严厉警告 美国的激励措施 令到 欧盟工业 脱碳的投资 相比之下 吸引力相当地小 我们的法案 是忽略了激励投资于 工业去脱碳 以及 不够 激励制度来实现 欧盟的 气候目标 我们看不到这个法案有什么 可以重要的 东西出来 更加大笔 这个资金 没有 亦都不够硬性 这个法案 想经济 是 复苏 有点难道 而且 这些所谓的 欧盟激励法案 正零排放工业法案 应该更加容易和迅速度位 看来欧盟就做不到 一向都做不到 欧盟上个星期 亦都公布了多项提案 那就允许 各国家的政府 免除对战略性项目的监管限制 简化审批流程 加强电网基建建设 并且激励 对整个欧盟提供 供应链的投资 但是激励 够不够呢 自从 拜登政府这个削减通胀法案 立法以来 其实 已经有超过900亿美金的绿色投资 是涌向美国的了 这项 削减通胀法案 对于美国人来说 是具有理情卑意的 就是为了 到2030年 将排放量减到2005年水准的一半 他亦都为那些 和美国签署 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 如果他 是采购零部件和材料 都能够 不过你记住有和美国签署协议才行 墨西哥和加拿大 都能够提供 税收的假面 不过就不包括欧盟 不包括日本 亦都不包括南韩 不过尤其是欧盟和日本 这两个国家 和美国 是没有类似的协议的 这个 福斯汽车 就是大众 Volkswagen 还有 BMW 宝马 还有意大利的 国家电力公司 等等的欧洲巨企 都会 是根据 削减通胀法案 审查他们在欧元区的投资计划 即是要走 说审查 差不多要走 因为 始终美国投资是有利可逃 而且 古贴多 刚才我们说的那家 比利是巨企 索维 的CEO就说 如果我们的客户离开欧洲 对于我们来说很不利 欧盟的投资环境 存在着不确定性 必须尽快地加以澄清和解决 如果我们的客户不在这里 我们 不会花一欧留在这里 我们 我们只要去美国 另外 如果欧洲是认真对待竞争力的问题 就必须开始减少繁民欲折 很难 他们以自己繁民欲折是骄傲的 因为觉得自己在严谨 还有要增强竞争力 需要有个根本上的政策改变 才可以满足 这些巨企的要求 亦只可以这样 才吸引和留住 高度创新的产业 欧洲化工委员会的CEO 叫Marco Marco就说 欧盟未能够理解 美国绿色协议的根本吸引力 在哪 他们不会为设置工厂提供资金 但是 他们 透过税收优惠 从你开始营运的第一天 就提供资金 等于 所以 你可以真正的盈利 美国有商业理由 而 欧盟 制定的是法律 在我们和其他CEO讨论当中 很明显 基本上 每个人都在考虑 在 在欧盟 继续投资 到底意义何在呢 能源密集 型的企业 尤其是 对欧洲对削减通胀法案的反应感到失望 也没有用 因为欧盟的能源这么贵 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补贴 那行业工会 好像 玻璃 这个制玻璃其实都很浪费 行业工会欧洲玻璃协会就说 由于 欧洲地区的能源成本 远远高过美国 需要 采取更多措施 改革欧元区的能源市场才行 这次 欧盟提出的措施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 长期工业投资 商业理由 因为 他们是缺乏解决 欧盟 高成本 这个行动 即是 你没有行动去解决高成本问题 欧盟各大商业机构已经说 其实欧盟的竞争能力 现在是逐步被蚕食 35个国家 巨企受访者 大概有90% 就表示 其实 跨国公司 已经认为欧盟的投资吸引力 和三年前比 是大大不如前 他们就说 因为能源价格高企 和监管 太强 当然 欧盟就以这件事是骄傲的 但是 有时候你监管得太强 繁民肉节太多的话 大家都会走 德国监管控制委员会估计 在19期间 新欧盟的法律 给企业每年增加了5.5亿 欧罗的合规负担 要令到 这个规定 要多用5.5亿 去看看自己的行不行 和一些paperwork 申请 文书工作 都相当麻烦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